乐活之心与您分享乐活小秘方 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艾滋病 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指 AIDF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感染引起的一种传染病 主要经由性行为血液接触 或母应接触传播感染HIV后 人体的免疫功能会被抑制 容易导致病毒感染及肿瘤的发生 人体感染HIV后会引起T08细胞损害 导致持续性免疫缺陷 多个器官出现机会性感染 及罕见恶性肿瘤 最后导致死亡 目前国内未被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还有约40莫人左右 约占估计总数的30 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后 身体免疫功能会逐渐降低 很多人都出现了艾滋病 感染所导致的皮疹和皮肤病变 40莫 艾滋病者未发现 不论男女皮肤若有这标志 要当心皮疹和皮肤病可发生在 艾滋病感染早期和前夫妻内 艾滋病进展到中末期后 皮疹症状会加重 艾滋病皮疹是一种皮肤病变 从单纯的皮肤颜色改变 到皮肤表面隆起或发生水泡等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一般来讲 艾滋病皮疹是细小的暗色斑块 略有隆起 它通常在颈部出现 也可能在前面 胸部或背部 有时皮疹将可见乌四肢 皮肤苍白的人 皮疹会是深红色或红色色 肤色较深的人则常出现紫色皮疹或黑色 不论男女 皮肤若有这标志 要当心 很多艾滋病患者在得知 自己感染上艾滋病之后总是表现得十分恐慌 并且认为自己得的是绝症 就不积极治疗 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不小心感染艾滋病该怎么办 在有接触艾滋病史或者有不安全行为后的二到六周后 可以去医院买艾滋病病毒测试纸做下检测 如果测试为阴性 而又不放心的话过后三个月再次复查 如果仍为阴性 基本上是可以排除有感染的可能 如果不小心感染了艾滋 首先是对社会和自己的信任 否则我们会自己将自己孤立 失去归属感和基本的安全感 其次是面对现实 否认是我们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方式 在灾难后的短时间内 对污健康的护卫是有益的 长时间的否认将使我们的心理陷入更深的冲突 而且延误早期治疗的宝贵时间 身体里存在的HIV部 会因为你不承认它们而消失 所以必须争取时间 尽早治疗 目前证实 越早期治疗愈后越好 保持良好的心情 这才是与疾病斗争的基础 定期的去疾控中心 服查CD4核病毒载量 在医生的指导下 定时服用药物 定好的用药时间 尽量要准时 不要超过一小时 防止难药 预防艾滋 真爱生命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 祝您快乐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